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 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欢迎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上世纪九十年代 在中国大陆播出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 不仅引起了全国关于反腐败的大讨论轰动一时 而且李宝田扮演的刘罗锅 刚正清廉 幽默诽谐的形象 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电视剧的创作与演绎 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却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当我们拨开层层迷雾便会发现 这位声名显赫轻欲卓著的宰相刘罗锅 既不是宰相也不是罗锅 既然有宰相刘罗锅的说法 为何又说刘庸不是宰相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封建王朝的宰相制度了 明朝以前 历代王朝均有宰相辅佐皇帝处理军机大事 只是称谓稍有不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 由于疑心太重 为了防止高官重臣夺权谋反 便下令废除宰相一职 其后 明朝设立了内阁 称原为内阁大学士 由皇帝钦定协助处理国家大事 这种制度到了清朝一直沿用 经雍正八年时取消内阁 建立军机处 而皇帝之下 统管文武正事的最高行政官员 便是大学士 之后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 都是和大学士一样的职权 虽说此时的大学士 与前朝宰相相比 权力相差甚远 但仍旧享有天子之下 众臣之上的显赫地位 史集中有记载 刘庸于乾隆五十年 由吏补尚书受携办大学士 到嘉庆二年 得受体人格大学士 于是电视剧在需要 突出主角的情况之下 便以宰相称之 至于说刘庸是罗锅 那更是笑谈 电视剧里攻腰驼背的刘庸 因一句戏言而来 增添了幽默挥谐的影视效果 然而稍微留意一下 清朝取世选官的注重 申 言 书 汉 这几个标准便可得知 柯甲出身的刘庸 不可能是罗锅 录取官员的条件 身为首 可见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形体 为官者必须五官端正 身无残疾 以事官微 毕竟在封建社会 有爱观瞻 也是件必之则疾的大事 虽说是笑谈 然牛罗锅的称号 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据史书记载 嘉庆皇帝曾称刘庸为刘驼子 是因为当时刘庸已经是八十岁的老头 公邀驼背是衰老的征兆 而不是罗锅这样的疾病 刘庸的一生 虽无宰相之名 却曾居宰相之职 清廉刚正之余 不乏袁华鸡变之态 尽显封建王朝 一代官家 为人处世之道 而罗锅之名 在后人看来 钦佩之美誉 更多于敌对之嘲讽 只是笑谈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